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凯威·杨幂 刘凯威·杨幂这对明星夫妻倒相信大家对于他们也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热搜上这对夫妻可以说是常客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话题热点总是那样的让人好奇这也还得从他们以前说起刘凯威·杨幂两人是舒直恋凭借如意这部电视剧摩擦出爱情火花 随后两人也迅速地走到了一起确定关系爱的水生活热度他们后来也走到了婚姻圣殿完成了他们人生中最浪漫的时刻他们笑的是那样的甜 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倒不如说是他们爱情的结束 虽然他们当年都如愿以偿地嫁给了爱情没错但是现实中简易又人爱的爱情又有多少可以抵 反得住现实的摧残即使是刘凯威·杨幂也是一样无法避免 生下小糯米之后杨幂或素负出娱乐圈继续工作 因为杨幂是当红花蛋女星很多时间杨幂都放在了工作上 对于家庭上和婚姻上就自然疏忽了不少 刘凯威也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工作量来陪伴自己的女儿 至少离多也让他们彻底地结束这段四年的婚姻 这也是他们离婚最主要的导火线 没有之一 分开离婚后的他们并没有因此闹交了关系 反而是和和默默地共同扶养女儿长大成人 不禁调扶养全部闹发脸皮 眼看到现在 他们离婚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 关于他们现在的话题也逐渐变得没有 小莫米和刘凯威生活在一起 杨幂有空的时候就回去探望女儿 这样的关系一直都维持着 女儿也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联系互动交集 离婚后很多人都会问到杨幂 问她刘凯威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什么她 出那么爱 现在却还是要走到离婚的局面 关于这样的提问 离婚两年 杨幂终于也首次谈前夫刘凯威 公开承认了一个秘密 近日王密在接受采访回应了这样的问题 杨幂 凯威是一个很有责任感成熟的男人 遇见她我真的很幸福 不过我们现在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和发展 希望她可以越来越好 也祝我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短短一句话也看出了杨幂的高情商 对于这样的回答杨幂确实讲得很好 刘凯威确实是责任心很强 也挺成熟体骗人 杨幂没有给刘凯威难题自己 也可以保了一小份隐私空间 果然她的高情商还真的不是该的 很遗憾刘凯威杨幂不能继续走到最后 但还是祝福他们以后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 如果真的有必要还是请他们在女儿角度想一下 复婚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不是吗 对此你怎么看呢 提问对于刘凯威杨幂的离婚 你们觉得可惜吗 如果你是杨幂刘凯威 会为了女儿再次复婚吗